2024总统大选 由民进党赖萧佩拿下胜利 因为这场选举牵动两岸美中关系 让外媒格外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在侯康佩宣布败选之后 马上快讯报导分析绿营胜选原因 CNN在网页新闻标题写下 台湾不怕北京警告 执政党写下历史性总统三联胜 纽约时报和彭博社都在首页标题指出 赖清德胜选是北京的挫折 韩媒KBS以土汤池来比喻赖清德 相较于韩金汤池和银汤池出身 土汤池代表平民土生土长 对两岸立场比现任总统蔡英文更明确 BBC头版大大的写出 赖清德是大陆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分析选举结果代表台湾民众不受战争的威胁 文章也引述专家说法 共军对台的军事攻击能力 在赖清德胜选之后只会越来越强 台湾总统大选也轰动日本 日本网路民调显示 有超过九成网友在关心 学者小丽媛欣信信和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 都飞来台湾观战 日媒称赖清德立场为抗中 选后会和大陆越走越远 日本电视台NNN也担心 如果未来台海开战 美国介入战争 日本的美军基地会成为重要据点 就怕战争之火烧到日本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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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